男子 男子膽子好大 氣氛直著遠景的鼻子 當街嗆聲 畫面超火爆 連住樓上的民眾 都聽得一清二楚 我的忧郁好到我誇張了 男子極度不配合 他既不是酒駕 也不是通緝犯 只是因為機車為停 趕走就好了 再跟他嗆說什麼 意識不壞的都 地點在台中 壇子榮興街 二號中午十二點多 四十八歲張姓男子 騎機車停紅線 要到超商買東西 聽到警方鳴笛也不理 你聽到鳴笛你鳴笛嗎 你鳴笛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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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來看到警方正在開單 瞬間禮智線斷裂 大聲叫囂 辱馬遠景還要前車落跑 自己有錯在先 還敢大小聲 事後才清醒跟警方道歉 表示自己沒有惡意 才沒被依妨害公募送辦 情緒管理有問題 需要好好反省 記者黃小布里雲杰 台中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 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你鎖定 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